大家好,我是猫盾,今天我们来聊乐镜的专舞,到底值不值得抽? 我们先来看他的专舞究竟加强了什么? 略有小成,提升了乐镜三星被动,后发制人的伤害倍率。 每成功释放一次,伤害倍率就会提升10%,最多累加20次,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。 大家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了越镜的三星被动是什么,这边就顺便给大家复习一下。 越镜的三星被动,后发制人,会在越镜受到敌方武将的群体攻击时触发。 群攻的判定是,攻击目标人数大于3人。 触发后,乐镜会对攻击方进行一次反击,造成120%的伤害,并附带30%最终暴击率。 有了专武后,这个原来只有120%倍率的反击伤害,就会因着每发动一次而提升10%。 只要累积20次,越镜反击伤害的最大倍率就可以达到320%,这个倍率已经超过了一个单体怒攻的伤害。 当然,想要在一场战斗中累积发动20次反击,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不过越镜的后发制人反击,确实也是少数在SP刘备的版本里,还可以顺利发动的有效攻击。 因为SP刘备的冰封,只封印怒气,并不会导致武将无法行动,所以越镜还是可以照常发动反击的。 加上SP刘备自身也是一个群体攻击的武将,所以SP刘备每发动一次怒攻或龙魂祭,乐镜都可以对他进行一次反击。 唯一比较可惜的是,目前SP刘备可以进入的队伍里,比如蜀国队中的群弓武将一般都不会超过两个,所以想要跌到20次还是非常困难的。 旅导队的群弓武将比较多,但最多应该也只会有三个。 原本SP吕布应该是会很害怕越镜的,因为他是群弓,而且群弓的频率还非常高,这就正中了越镜的下怀。 越镜在释放后发制人时,会为目标添加一层权印,权印除了会使目标受到越镜后续的伤害会提升外,还会转移最终增减伤给越镜。 这些对于SP吕布来说,都是非常致命的。 但如今的SP吕布,却已经不再像以往那么害怕越镜了。 因为在SP貂蝉神念的加持下,SP吕布第一回合是完全不攻击的, 所以越镜也没有机会对吕布施加反击。 而当SP吕布第二回合可以攻击时,又已经开启了助战卯兔的闪避,越镜就是想打也打不了。 越镜能不能打到吕布,就要看专武神乎奇迹的技能优先程度,谁比较高了。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聊。 专武略有小成的第二个效果,只能在PVE中发动。 每当几方武将释放单体攻击时,越镜有50%概率,会对此次攻击命中的敌方武将释放一次后发制人。 这个技能就非常强势了,因为越镜将不再是一个只能被动的等待敌方武将群攻后,才能发动反击的武将。 哪怕他发动的概率只有一半,也可以带来很可观的攻击次数。 在魏国中,能发动单体攻击的就有武子疗,只要想象一下,越镜和SP张疗能多次同时打在一个武将身上,就会觉得很可怕。 想必是不想再加强武子队,所以官方才将技能限制在只有PVE时才能生效。 这点还是比较可惜的,不然装武乐镜就能作为点围的尚未替代版,去加入各种单体攻击的队伍了。 至于在PVE的方面,越镜能不能用来刷分我就不清楚了,这个要等刷分高手们去研究了才知道,但概率应该不会太大。 在打魔窟上,乐镜出场的机会理论上是有的。 当体能和越镜搭配的武将,绝对不会是只能持续一回合的武子疗。 一些在魔窟里常见的单体输出武将,比如马云露、马超、观星,甚至是刚刚翻新了专舞的旅灵起,都是有机会的。 虽然权硬要重新叠加,但后发制人的倍率却会一直维持着,这些对需要长回合战斗的魔窟,都是有利的。 不过嘛,由于后续会有个更优质的追击专舞,观银瓶改出现,所以乐镜的出场空间恐怕也是会很有限。 加上观银瓶是蜀国武将,可以吃到各种蜀国队的加成,在输出和生存能力上,都是远超过越镜的。 越镜装五炉火纯青的效果,若己方五子粮将是全场攻击最高的武将,则释放任意普攻或怒攻时,有50%概率提升此次伤害的倍率。 提升量为越镜释放后发制人次数的10%,最多是为20次。 有别于上一个只能在PVE生效的技能,这一次的技能是能在PVP中使用,并真实地提升五子粮的输出。 不过这个提升的倍率,好像有点感人,20次的10%岂不是只有2%而已? 不晓得我有没有理解错误,这样应该不太合理。 但如果这个二指的是提升两倍的倍率,那就不得了了。 神乎奇迹的效果,会使越镜的后发制人必定命中。 这个技能就十分有趣了,假设这个必定命中的能力,优先级别高于助战卯兔的闪避,那他就可以无视卯兔的无限闪避,直接对SP吕布造成打击。 这样越镜和余镜的组合,就会成为打击屡辽队最好的帮手。 由于我在陆幅的号没有跃进专五,所以也无法测试,只能等台幅上线后才知道结果了。 但无论结果如何,都不会影响专五余镜对SP吕布的限制能力。 神乎奇迹第二个效果,会让后发制人在第二回合后附带50%最终暴击率,并且智盲还会额外使目标的最终闪避率和最终暴击率都降低30%。 神乎奇第三个效果,会给越镜一个回合开始前和回合结束时释放后发制人的能力。 乐镜会在每回合结束时依次对敌方武将,从站位前到后,各释放一次后发制人。 这个技能彻底地解决了后发制人过于被动的问题,至少让它成为了每回合都可以固定对敌人释放至少一次的技能。 技能在前期可以用来快速叠加后发制人的攻击倍率,在敌方满源的情况下,一回合就可以叠六层。 后期当伤害倍率叠满后,后发制人就会相等于是每回合对每个人发动一次的免费怒攻。 再次回合开始时,若上回合乐镜位通过回合结束技能,释放六次后发制人,则额外对敌方站位最靠前的武将释放三次后发制人。 这个回合开始的技能,可以在敌方开始减元后,用来增加越镜对单的输出。 实际上,这才是越镜真正的输出点,前面的每人一拳过于分散,你很难光靠那一拳就能打死人。 最后来总结一下越镜的专五,专五实际上只增加了乐镜长回合的作战能力,专五增强的能力,都要在第二回合后才能看到效果。 对于现在能一回合就能解决战斗的五子队来说,越镜专五是暂时没有必要的。 至于越镜能不能用来打吕疗队,就得看他的臂中会不会比卯兔的闪臂更高级了。 五子队本来就可以打吕疗,所以也不会需要越镜的专五。 乐镜真正能上场的时间,恐怕还要等到SP司马懿之后的版本才行。 那时是盾队的世界,刚好就很适合越镜发挥他的打盾和长回合作战的能力。 抽取建议,鱼镜专五是比越镜专五更重要一点点的,真的只是一点点。 如果你还没有鱼镜专五,那就优先抽鱼镜的。 因为越镜必须搭配鱼镜才能一起出场,但鱼镜却可以自己单飞。 由于越镜只能搭配吴子聊出场,能出场的时间也只有在司马懿版本这段期间。 所以,不玩吴子系列的玩家,就可以完全不抽乐镜专五。 至于资源多的老区玩家,想抽就抽,但必须先却保你拥有张星辰和关银瓶的专五。 如果还没有,那就先去抽他们俩的,因为下一个命魂版本就是他们大放一彩的时候了,这个时间点应该会在11月吧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